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来 喝口粥 对不起啊 我忘了吹了 真笨 是我笨 而且你别吃 我吃 大口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再多吃点 小甜你快点 某姐 你放心吧 我会一辈子对你和孩子好 不会让你们受一点委屈 真本 你这小土豆呢 给我吧 甜吗 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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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倒是吧 妈 你是做什么的 妈 他是住建局的公务员 建筑系的高材生 曾经还是咱们润科的员工 我问你了吗 告诉我你叫什么 家住哪儿 家里还有什么人 阿姨 我叫梁雨晗 我妈 最重要的是 你爱孟杰吗 我说的爱 是抛开一切利益 和孟杰的家庭环境 你能一辈子爱她吗 你能一辈子对她孩子负责任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怎么可以说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会不会一辈子爱她吗 但是我知道 我会一辈子把它放在第一位 只要我有的 我都会先给她们 她们高兴的时候 我陪她们高兴 她们不高兴的时候 我哄她们高兴 总之 她们是我的全部 我也是她们的全部 永远 好 好 问了这么多 对不住了 看看哪天 你父母亲要是有时间 我们一起坐下来 商量一下你们俩的婚事 好啊 我一会儿 人家被我带一下 我陪她们好 我一会儿 她们好啊 我家让她们一会儿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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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家访还是最微笑的 幸运能招出这么多奖才 我跟你们说呀 大江东区浪涛进 风流人物还属梁雨寒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学着点 润科集团知道吧 刘总是咋 还有一个千金 我们小梁梁 梁雨寒和千金 好伤了 不用 闪电站哪 不仅好伤了 而且还让千金 怀上了 怀上了 小乖乖龙宝宝啊 精确度相当高高 啪啪 怀上了 这叫什么 这叫 二郎小狗 一步登天 步入豪门 笑什么的那么开心 跟我分享分享呗 那个 西游记外传暂时演到这里了啊 西游记 讲完了讲完了 开个玩笑 小顾 我先走了啊 来 坐 慢慢吃啊 好 郑处长 怎么了 是这样 人这一生啊 多多少少的都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 我前一天在网上看到说 天空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说一会儿又飘来五个字 是事也一阵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就是说如果 你要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 你可以考虑请个假休息休息 你 郑处长 您那天是怎么了呀 您说话一下子变得这么温和 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不过 我没发生什么事了 没 没发生什么事就是更好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压力有点大的话 也可以考虑请假休息休息呢 没事 我扛得住 那你接电话 接电话 怎么了你 我在跟郑处长说话 千墨 我是说 什么事情想开一点 你看我也遇到同样的事 我就没什么事 你在说什么呀 能说人话不 不是啦 我是想让你开心一点嘛 要不这样吧 你下班来我菜馆 我做东西给你吃 然后服务一下你受伤的心情怎么样 我下班以后没有空 我要陪雨晗去他们家呢 都什么时候你还去梁雨晗他们家 你心可真大呢 你抽什么疯啊 再见 喂 喂 喂 雨晗 一起吃饭吧 我有话跟你说 春儿哥 我姐跑现在这么平坚 她不会想不开吧 应该不会吧 你姐那么坚强 她是女汉子 但愿如此吧 但愿如此吧 你愿为嫁给你眼前这位 虽然不是很优秀 但努力会做到很优秀的男人 做她的妻子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愿意永远和她在一起 生死不离 你说 咱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呢 当然会了 我们会一直永远幸福下去 喂 请 梅幻的星空 你在闪烁 点点的寂寞 无问我 谁的双眼 姐 你好歹吃点东西吧 吴前梦 你别撑着他 想哭就哭出来 这种困惑 坎坷的旅途 你出现过 美好的风景 温暖我 谁的双眼 别哭了 不管生子了 吃点东西吧 拥抱着 拥抱着你 你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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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这更多 这些东西 我还得去盯着菜逛啊 那我先走了 无尽的欲助 只是微笑的是我 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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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声大胆地哭 确实应该哭一下 这么优秀的男人 离谁而去 谁都会伤心 可以理解 啊 你看你哭那个样 哭得真丑 哎呀 尽管这个男人呢 长得比我高 长得比我帅 收入呢 可能也不比我的千分之一 但是这个男人 的确有我 身上不具备的特质 和魅力点 那就是一个字 劈腿 脚踏两条船 同时应付两个女人 那得多大能耐啊 身为世界第一 优质美男的我 只会专心专意 对一个女人好 谁让你这么不开样子 哭吧 我觉得你哭得还不够 要不要我帮你在郊外 租一所房子 然后你待个十天半个月的 好好地把你心里的 这些积怨都哭出来 反正就是哭嘛 哭又不会死人 是不是 老去 你是不是人 什么我不是人 我是在帮你啊 你看你每天做办公室 养力这么大 哭一哭 释放一下情绪 增加一下肺活量 有所运动 省得你每天变得 越来越嫌黄脸破 是个男人都得甩你 你信不信我现在揍你 你还敢打我 你打我 我看看 你打我 我接着就打你了 干吗 真打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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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狗呢你 打你给我走开 你去哪儿啊 大老爷给你送个菜 你这风口有点油啊 你这风口有点油啊 我又失恋了 她炸又不是你炸 好 好了啊 特意给你烧了一锅肉 这锅肉可谓是飞而不腻口感上价 不要 要不要尝尝 我跪求你尝一下 跪求你尝一尝 这就对了 科学家都说了 人在失恋的时候 可以用吃东西 来缓解自己不好的心情 我来给你做一下大锅 别碰我 那你手感真好 好不好吃 你别看着我 我吃不下看着你 你怎么看着我就吃不下呢 我是世界第一优质美男的 你就让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我吃不下 那我就让你看着我 你看我你看我吃不吃 你看我 哎呀世界第一优质美男的 你面子好不好 你不要这样 来尝尝这个 你伤心难过的时候就要大 大头的不停地吃东西 来来来来 我用心烧的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凑合 怎么就凑合呢 我用心烧的你看 好了 好了 没事的啊 别难过了 你还有明天嘛 是不是 你看 我 世界第一优质美男 是不是 你看我 帅不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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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家里有钱 长得帅 而且还会下厨 是吧 你笑一笑嘛 干嘛这么死板 我跟你说啊 红烧肉一定要配米饭的 吃红烧肉嘛 要配晚米饭嘛 减肥 减什么肥嘛 这个肉这么好吃 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你们快跟我一起说 真好吃 快说嘛 说真好吃 还跟我一起说嘛 说真好吃 走开 走开 有点儿情趣吧 来 怎么老吃这个呀 太素了吧 没肉子吗 今天只有这些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挺爱吃这个的 其实啊 只要是你做的 我都爱吃 快坐下 快坐 来来来来 坐 你尝尝这个黄瓜 是我今天现摘的 来 刘董事长 喝茶 谢谢 洛总一向讲究生活 讲究品质 这茶的味道真不错 咱们哪 咱们哪 好久没坐下来 一起品品茶了 其实啊 咱们好的茶 也要用好的水 水太烫太冷 都泡不出 茶的香味来 刘董事长 一直待在农场 对品味 还是怎么有讲究啊 洛总说得是啊 茶道也如人参 凡事讲究个缘分 所以咱们做长辈的 对儿女的私事 就不能干涉太多 孟杰和小春的事 我很抱歉 我们家孟杰对不起您 我替他向您说声对不起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想你的瓜不甜 我相信孟杰的选择是对的 我作为长辈 衷心地祝福他们 谢谢洛总 虽然咱们两家 做不成亲家 但我希望 以后有事没事 咱们还能坐下来 品品茶 在工作和生活上 还能继续精诚合作 太好了 洛某是求之不得 难得董事长 怎么看得起我们家 是我的荣幸 洛总言重了 我呀 早就不是润科的董事长了 好吧 来 李秀 我们再喝 好 春哥 你这两天怎么都在菜馆啊 不用是明天上班 不去了 可能以后都不用去的 小春啊 你就不怕你爸一个人忙不过来啊 我看你还是回公司吧 这儿有我和乐乐 你就放心吧 对啊 我还是觉得我带菜馆比较舒服 再说了 现在明天又不缺我这么一个人 不光有我爸盯着 还有刘梦杰和他老爸顾华君盯着 那么多人在 缺我算什么 怎么了阿姨 哎 哎 哎 阿姨 怎么了 哎 只能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哎 我一旦我都已经去家好了 你为什么要去 嗯 哎 这边来 哎 哎 副处长 他干嘛呀那么匆忙 哎 母 你没发现 他每天这个时候丢去M 他听我故意 咱们去吃饭吧 啊 快走 默默 阿姨 你没事吧 这肉都烧糊的 是是是 小车 对不起 都怪我粗心大意 没事了 一锅肉而已 赶快烧一锅就好 外面客人等着呢 妈 红烧肉烧好了吗 外面客人吹了 乐乐 都怪妈粗心大意 把这肉给烧糊了 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是不是因为那个人 没有 乐乐 你去照顾客人去 我再做一锅 去吧 去吧 没事 来 这是葡萄汤 不盖 谢谢阿姨 来 这都是好东西 那 猪肝 骨心 还有呢 这个青菜 增加维生素C 你现在是两个人的份 多吃啊 这些菜啊 都是我给你制定的 他那按照我只是做出来的 一定要吃 谢谢叔叔阿姨 谢谢就千万了啊 我告诉你啊 为了我的大孙子好好吃 要把我大孙子吃得又白又壮 爸 妈 你们给他吃这么多 他哪能吃得下呀 他吃不下的话 你替他吃 对 他吃不下我吃 别客气啊 我的工话好 真好吃 真好吃 叔叔 没想到你人心这么细 还有阿姨做菜真好吃 真的啊 如果好吃的话 我每天回来 我都给你做啊 对 我给你不同变的花样 好 科学的 饮食 好 来 这 这好 爸 我也要 好 自己来 我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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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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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看他反应那么厉害 一看他就是孙子 哎呀 好 想不到老梁终于杨没吐息了啊 嗯 能不高兴吗 我的儿子竟然把润科董事长的千斤给一举拿下 想想我的兴奋 对吧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亲家是豪门 不过再有钱也没用 他在外座里喊我爷爷 我不出去想不想 我自己都对不起我自己 我讲心里话 我想想也高兴 不久啊我就要当奶奶了 老公啊 你必须要啰嗦 其实吧 你一直觉得 我们有点对不起睦睦 行了 我来来来 把嘴堵上 不提的事好不好 翻篇了呀 他跟他儿子还得不合适 说白了 再说就是他有他的幸福嘛 这个都没拿回来 是吧我们干部家庭嘛 所以我们不弱点 好了不想那么多 快去 你要不去看看下 要不要帮忙啊 不用小两口啊吃你的 哎呀 哎 当你咱生活的时候 那时候你反应大不大 我记得我一枪命中你了 是吧 你呀你呀 就是嘚瑟吧 必须要嘚瑟 我们今天配搭 一对金铜鱼 你怎么看呢 叶克里叔 爸妈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孟杰的爸爸和妈妈 哎呀 幸亏啊 救药救药救药 哎呦 菜都上了 人还没来呢 哎 坐坐坐坐 坐会儿先 哎 哎 喝水喝水啊 哎呀 雨晗 今天能见到你爸爸妈妈 我们特别高兴 我和他父亲有个想法 希望由我们女方来操办你们的婚事 今天也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 我们呢尽可能地去达成你们的心愿 伯父 伯母 我和孟杰决定这个月结婚 关于婚礼 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建议还是按照传统习俗 婚礼有男方来操办 你们放心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给孟杰一个 虽然简单 但不是温馨的婚礼 哎呀 这个我们儿子哈 现在这么说了 我我补充两句啊 哎 我觉得挺好 你看那个我们呀 我们是这个干干干部家庭 是吧 我们反对普章浪费 对不对 我们要力求且简 我们是很讲究的人家 哎 所以说就按照我儿子说法吧 我们就搞一个这个温馨浪漫 简洁的婚礼是吧 哎 哦 干部家庭 这年头反腐 也不知道你是苍蝇还是老虎啊 我就是个副科技啊 职务很低啊 所以呢 还不是说了吗 还是由女方来办 我们办呢 你们得减了很多麻烦 但是不能节俭 五星级酒店是要要的啊 两百周左右吧 两 两 两百周啊 两 两百周啊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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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要 算 算了 要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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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一周要三千 三千 算了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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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 一百周就是三十万 一百周就是三十万 两百周就是 六十万啊 嗯 伯父 不 是这样的 孟杰有印在身 她不适合太疲劳 所以我只叫了一些亲戚朋友 也就十几周 一个女人 结婚时她一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 你不是让她幸福吗 这恐怕不行 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我觉得婚礼的本质 不再有多么的豪华 她在于对这对信任 所承载的意义 我和孟杰 想要的婚礼 虽然不是规模很大 但是意义非凡 我一定会让孟杰 成为世界上 最幸福的信仰 这倒也是啊 不过我们这样的家庭朋友多 实际着真是太简单了 你说呢 我倒觉得没什么 只要是雨晗和孟杰 他们俩满意就行 华君 婚礼的事我们还是听孟杰的吧 爸 妈 婚礼的事情就听雨晗的吧 上厕所 上厕所 谢谢 谢谢 好婚女 你太体验我了 你爸等着那个 哎呀 成功成功成功老婆 二娜你说太好了 太好了 还希希 咱们咱们上上桌上桌 走走走 这茶不错 你也尝尝 你怎么这样看着呢 你今天什么情况 怎么对雨晗他们家人说话这么不客气 我哪有不客气啊 我们叫孟杰这么一个闺女 我当然想风风光光的把她嫁出去了 甚至我还想 要给她一个让她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婚礼 可她呢 不领情 还向着别人说话 原来你这个当爸爸的 吃女婿的醋了 我不是吃醋 我是觉得梁雨晗这个人 品格不怎么样 你又没跟她相处过 你怎么知道她人品不怎么样 一个使乱中气的人 人品能好吗 你还不知道吧 她以前和签默 签默 什么签默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瞎说的 你呀 就是吃女婿的醋了 所以才会这么胡说八道 她说什么使乱中气 我们家里怎么可能出使乱中气的人 来喝茶吧 算帅 钱墨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跟你女的真的没关系 我跟你他真的没关系 我跟你他真的没关系 我和他真的没关系 你跟我解释这些干吗 这真的跟我没关系 你看你这个样子还是有关系 我这么哄你呢 你就笑一个嘛 神经病 你笑一个嘛 秦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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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啊 不是 你听我解释啊 你小子没上过局 你不认字啊 你没看这是女厕所吗 你是不是活腻了 我打你个兔崽子 你怎么看 怎么看 变成的 顾前波 顾前波你听我解释啊 我以前是总爱会夜场 开了好多派对 但是呢 我现在已经无号这可了 不信你问你吗 还有顾标乐 我整天粗子待在菜馆里 我哪儿都不去 你粗子听我好好解释 行不行 不要 喂 顾添墨 你出来听我好好解释好不好 你动不动往厕所里跑算怎么回事 我从后面出来回单位了 喂 什么你回单位了 好了 请遍了 喂 喂 喂 你还真会飞天蹲地啊 楚哥 你看这个黄南和冯雪 上次我去他们家家访了一次 总觉得这两个人挺奇怪的 我觉得我们还得再去一趟 是 上回我们也得看来 好像也是有点问题的 是吗 我把这些名单都放在一起 然后去给郑处厂看一下 好的 好的 好 好 辛苦你了 来 没事 千万千万 我能放在这儿 里面 里面 可以 好 �匪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佳 我想见你 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你疯了 我就是疯狂地爱上你了 求求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小川 你喝多了 身为世界第一优质美男的我 只会专心专意对一个女朋友 应该跟我一起说 真好吃 快说嘛 走开了 真好吃 真好吃 有点头绪嘛 走开了 我干什么 我是虽然的 我给你了 你干什么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不论是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我亲爱的哥哥 看你这样子是失恋了 真做点嘛 晓晓 我问你个问题 如果你看见你心爱的男人 跟别的女人 啰啰包包在一起 你会怎么样 乱过打死呀 这么狠啊 不愧是我亲妹 哥 你该不会被签默姐姐抓包了吧 我说你们这些男呀 怎么那么死心不改呢 你你你活该 你活在那儿喝闷酒 我谢谢你啊 你说顾签默这个铁石心肠 他怎么就一点都不知错了 好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知错 没准啊 他说那正多远远大骂你死心不改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哇 晓晓 晓晓 你看你这些说堆的 都没法插桌子了 妈 你别弄了 我这开饭了 妈 来 吃西瓜了啊 妈 来 吃西瓜 来 吃西瓜 来 妈 吃西瓜了 来 妈 吃西瓜了 来 妈 吃西瓜了 妈 你怎么了 妈 怎么了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妈 妈 怎么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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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难怪 妈还是放不下的 怎么样 妈等了爸这么多年 去换来这样一个结果 谁都放不下的 等妈醒来以后 咱们好好劝劝她 让她忘记那个人 我怎么对你这场婚礼 总得是心里没底呀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没底呀 这马上到结婚了 什么没底 好得很 好的很 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的 你没看见那些 孟杰她爸爸 对我们那个样子 感觉就看不上我们 妈 她爸是她爸 她是她 你的儿媳妇啊 她叫孟杰 也不叫孟杰她爸 你们不觉得 孟杰的妈妈 人特别好吗 那倒也是啊 有点亲和力 不过我怕是表面上的 我就怕万一有一天 你跟孟杰吵架了 到时候受苦的是你 现在啊 我想起来 如果真的跟孟杰结婚的话 还真没有压力 陪陪陪说什么呢 哪里不该提哪儿活 好好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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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啊 。 下 天